2021年10月,印度切鲁托尼水坝因为连日的暴雨而导致了水位急剧上涨 这座水坝的一度级水库达到了危险水位 修图专家们甚至都已经准备好了灾难的假想照片 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当地躲过了那场灾难 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这次的影片当中 我们将介绍好几个用摄影机成功捕捉到的水坝决堤真实场景 那就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揭露不实影片 2013年6月13日至17日 印度北阿坎德邦遭遇了一场连日不断的异常大好雨 大量的雨水让乔拉巴里冰川开始融化 这导致了冰壶裂开 曼达基尼河也泛滥了 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洪水 把拥有约30万人口的北阿坎德邦吞没了 阿拉卡南达河汹涌澎湃 海浪冲上了正在建设中的 斯利那家水电发电厂周围的最上层堤防 洪水冲毁了堤防 拥有这座发电厂的GVK电力公司的机器设备都被淹没了 不过很幸运的是 没有人在这场洪水中受伤 顺带一提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影片是在Facebook上发布的 标题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发电站大坝馈决 其实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发电厂是中国的三峡大坝 但至今为止它也没有受到过半点的损坏 可是这个假标题的影片浏览数已经快要达到200万次了 各位对这种不实的谣言有什么看法呢 请在留言板里写下你的意见 我们期待看到你的留言 现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拿着手机 看到有趣的东西就会条件反射地说 我要拍照 不过60年前可是没有那么奢侈的东西 但即使是如此 当位于加州的鲍德温山水坝馈决时 还是拍下了令人恐惧的细节 这座水坝是在1951年竣工的 而灾难则是发生在12年之后 当时这里成为了洛杉矶南部和西南部 非常重要的水源供给处 工程师们当然知道 他们是要在松散的沙子上面建造这座水坝 因此为了保护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 他们安装了精心设计的排水系统 不过在某个环节却出现了差错 显示出异常变化的征兆 是水坝的东边区域出现了裂口 刚好在两个月之前 意大利的瓦伊昂水坝 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海啸灾难 于是美国的工程师和民众 立即进入了警戒状态 1963年12月14日 KTLA的记者乘坐着一架直升机 出现在当地的上空 现场直播了一个三角裂缝 慢慢地扩大 并且让一座高度70公尺的水坝坍塌了 当水坝的混凝土崩落的时候 超过100万平方公尺的水 就流入了那个裂缝里面 还有16000人居住的地区也被淹没了 这场洪水摧毁了总共277间民宅 估计造成了1200万美元的损失 和酿成多数死伤的 瓦伊昂水坝事件比较起来 这次的损害可以算是很小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检查水坝的工程师 在发现异常的漏水之后 立刻发出了警报 接下来 当地警方在短短4个小时之内 就完成了1600万人的疏散行动 水坝的员工也开始紧急放水 像这种迅速而果断的行动 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让大家不用再暴露在危险之下 让我们为这群没有放过 任何异常变化的工程师们鼓掌吧 特顿水坝 在鲍德温山水坝事件发生的13年之后 一座建在特顿河上的新水坝也崩塌了 在施工过程中就发现 这座水坝有各种不同的缺陷 问题也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根据地质学家的报告来看 那个地点的地面不是很稳定 不适合建设水利发电厂 更糟糕的是 那个地区经常发生地震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结果在水库蓄水的过程当中 水坝竟然就这样坍塌了 不过即使在第一次发生漏水的时候 工程师们也没有预料到 这个结构物会倒塌 当水坝崩坏的时候 作业员当然也只能拔腿就跑 其中有两人还是被绳索拉起来 才得以获救的 水坝倒塌之后 水流入了山谷 河川的流量为每秒 五万七千平方公尺 这可是尼加拉大瀑布流量的 整整十倍 八个小时之后 水库就完全排空了 有几个定居点被水淹没 灾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攀升到了四亿美元 其中的一亿美元 是用于建设成本 三亿美元则是用在 支付赔偿金上面 水坝溃绝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估计有二十亿美元 史冰色大坝 位于内布拉斯加州 尼奥布拉拉河流域的 史冰色水坝 事件于1927年 才过了八年 这座水坝就倒塌了 不过水坝重建之后 水利发电厂又再次的运作 并持续到了21世纪 2007年 拥有发电厂的 内布拉斯加州电力局 起诉了当地的农民 起诉的理由是上游地区 用了很多的水来灌溉田地 因为这样而导致 没有足够的水压可以发电 虽然电力局打赢了官司 但那之后 他们似乎不再受到命运的眷顾 到底是哪个人觉得 这座水坝快没水了呀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 因为2019年春天 在内布拉斯加州 发生了风暴和豪雨 当大量的冰块和水 顺着河川流下时 水坝轻易地就坍塌了 冲走了下游的房屋和桥梁 另外 洪水还破坏了当地的供水网络 导致2000名居民 处于没有水可用的状态 其实在灾难发生的前一年 内布拉斯加州自然资源部 就已经警告水坝存在着问题 水坝的工作人员 应该要听进劝告 并在出现第一个问题的迹象之前 就采取行动 把紧急排水道打开才对 洪水发生之后 水力发电厂的工作人员 试图要紧急放水 但为时已晚了 阀门被冻住了 根本就打不开 而且还有一块卡车大小的冰块 直接袭击了水坝 各位可以在无人机的镜头中 看到损坏的程度 完全没有技术人员参与 2016年 有一位名叫瑞克·史密斯的人 用无人机拍摄了 他在明尼苏达州北部拥有的土地 史密斯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建筑 这可是定居在那里的海犁 花了整整七年的时间所建造的 这是一座非常罕见的两段式水坝 高度接近三公尺 不过这个建筑物 无法承受大自然的水压 四个小时之后 水坝就随着水流入了山谷 天哪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不过意志坚定的海犁们 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并在短短的一个半月之内 就将墙壁建得更高了 毫无疑问的 他们是一群努力不懈的工人 邓拉普水坝 直到最近 邓拉普水坝 都还是垂吊者和游客之间的热门场所 那里有平静温暖的湖泊 原始的海滩 沿岸还有一大片苍翠茂盛盛的绿色森林 这个大自然的景点 是诞生于1931年 也就是因为建设水坝 而将瓜达卢沛和结断之后的事 在那之后 乘着船只游览那个地方 也成为了当地人最爱的活动 喜欢冒险的人 也开始划着小艇 朝着水坝的一红道前进 如果越过流着水的水泥墙 窥视对面的话 无论是谁都会忍不住地打个寒战吧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2019年5月14日的一红道 发生了什么事吧 整个景象就宛如沙山中的城堡一样被冲走 想象一下 如果那个时候 有极端分子破坏水坝边缘的话 一定会发生非常恐怖的事情 还好这次并没有人员伤亡 水坝突然倒塌的原因 是刚才随着时间的经过而慢慢的裂化 失去了机械材料本来应该要有的强度 结果就是 这座已经90岁的建筑物 无法再继续承受水压而倒塌 总之 这个一红道当然还是需要重建 不止如此 还有6座水坝的14条一红道也是一样 这个重建项目预计要耗资1.8亿美元 应该会于2023年完成 也就是说 再不久就会完工了 真是一项非常大手笔的投资 目前水坝的建设进展顺利 再过没多久之后 乘坐小艇的人 又即将能够看到水泥墙下的景象 并再次感到心惊胆跳吧 我们终心希望新的水坝 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另外 我们也希望各位观众能喜欢这支影片 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一如既往的 一定要记得帮我们按个赞 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本频道 另外 开启小铃铛的话 就可以得到地球上最有趣事件的第一手消息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期待下次的见面了 拜拜 拜拜